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Marco Polo Mandarin 我是中文老师Becky 这个课程的名字叫高级汉语,近义词八十对 那什么是近义词呢? 近义词就是那些意思看起来很像 但是其实啊,他们的用法不一样的词 比如说这个词,East 如果我让你们把East分译成中文 你们会想到哪一个词呢? 东,对不对? 好,但是其实啊,在中文里面 我们有三个常用的词可以翻译成East 他们是东方、东部和东边 那这三个词有什么不一样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东方 当我们说东方的时候 一般指的是世界的东方 比如说,我们说东方国家 指的就是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 它是跟西方国家相对的 西方国家指的就是欧美国家 好,然后是东部 部呢,它是部分的意思 所以当我们说东部的时候 一般是一个地方 它要属于另外一个更大的范围 比如说我们可以说上海在中国的东部 但是如果我们说日本在中国的东部 那日本人就要生气了 因为日本它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们应该说的是日本在中国的东边 因为东边它可以指一个地方 在另外一个大范围的里面或者外面 好,那刚才我们看到 只有这一点点的不一样 East就有那么多不同的表达的方式 对不对? 好,那这就是为什么我设计了这一个课程 在高级汉语80对中 我为大家准备了80对敬意词 而且敬意词是高级汉语学习的重点语法之一 所以我们就要非常努力地把这些词弄明白 我们才能把中文说好 那这个课程分为上下两个部分 其中上部分包括了39对敬意词 下部分包括了41对敬意词 下面我们就赶紧开始我们的中文敬意词学习吧